大连海事局8月31号发布消息称 9月1号至22号 渤海相关海域将执行军事任务 而除了渤海之外 解放军组织的例行庆军演 仍在多个海域接连登场 8月31号 广东海事局发布消息称 9月1号至2号 南海川岛东南海域进行军事训练 连云港海事局则于9月1号发布行情警告称 9月2号至4号 黄海南部将进行实弹射击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中国军演的强度在不断提升 据不完全统计 自7月中旬开始算起 从渤海 东海 黄海 再到南海 解放军已组织几十场演习 就解放军近期密集演习一事 国防部行人发言人吴谦 8月27号回应称 近期根据年度军事训练安排 中国军队在青岛东南和吕顺 以西附近海空域 南沙岛礁及周边 西沙及其以北附近海空域 组织例行性军事演习 上述演习不针对任何国家 这应该是一个年度性的计划训练 因为我们都知道 每年七八九三个月 是咱们海军以及相关军兵种 进行海训的一个重要季节 所以都集中到这个时期 但是今年我们看到 跟往年最大的一个不同 就是它的频率增加了 那么再从演习区域来看的话 这几个海都有大规模军事演习 从演习的科目来说的话 按照咱们现在官方公布的一些信息来说 它主要对海打击 也包括动用岸基的 比如导弹部队 那么动用水面作战舰艇 动用空军的 以及海军航空兵的这种飞机 对这个水面目标进行攻击 这是一个具体演习 同时还加达了包括试射导弹 比方在南海进行导弹射射 这都是一个正常的这种战备训练 但是从频率 从范围 从举行的这种强度来说的话 在最近这么多年来说 都是非常罕见的 这一方面是检验 我们2015年之后军改的一些成果 另外一方面 面对特别是美国的一些挑衅的话 我们做出积极的呼应 所以我曾经在这说过 大国军队的话 不单单要能打仗打胜仗 而且还有威慑能力 一战之战 才是我们这次和平之师的 这个建设的目标 那么这三个战区的演习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是联合演习 就是它这个战区里边 陆海空 加上火箭军 加上这个武警 一起来演练 所以它是一个联合的演习 再有一个呢 它是一个立体的演习 就是水下有潜艇 水面有舰艇 这个空中有飞机 陆地上还有装甲部队 所以它是立体的演习 再一个就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演习 再一个呢 就是它有针对性 它这个很多的演习 针对当前的局势 比如说针对台海的局势 针对有一些国家的军事挑衅行动 比如说这个天上的飞机来侦察 这个舰艇来穿航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它的这种演习的针对性非常强 那么今后我们也会继续这样的演习 只要为了维护我们的国家的安全 我想呢 它在这种演习可能还会规模更大 就是我三个战区里边联合起来 或者五个战区 我联合起来进行这种演习 只要是为了维护我们国家的这个安全 主权 或者是显示我们大国的担当 我想这种演习一定会实行一种常态化的这种演习 现在那边就像我一样赢 comin就维护我们的 Carter